旋旋博物館 又有個啪啪 很開心 很喜歡有個啪啪啪 然後來到旋博物館 這架鴿扎就是非常好 我以前在南非很多這些 還有停產 這個公園 那裡的白船 還有這個避風塘 都是整個海事博物館的範圍之內 很可惜這個防波堤之前可以走出去 不過日久失修現在在修理的時候 就不可以走 但是仍然幸好 這個防波堤其實都是日久失修 但是明年開始才會封鎖兩年 它就會滴走所有船 那些船 其實有些今天是可以 不用日久失修的話 就可以上去參觀 我們接下來都會走上去看看 那些年輕人多開心 Mini 難免一下 現在是像Mini冷到一隻海頤 但是他們仍然可以 很興奮地下水冷靜 出去玩 玩 玩開就不冷了 Mini,你看他多失俗 這個是真正的海士博物館 弄成一艘船 多漂亮 好厲害 游泳 還有博物館的入口在上面 剛才的Visitor Center 我已經覺得資料很豐富 我很期待究竟這個海志博物館 有什麼驚喜 除了那個建築 是好像一架船 那個就是魔鬼島 10點至4點 這裡 好像船船一樣 首先去放鳥 這幅牆好像去了泳池 但藝術品我覺得這個比較漂亮 進去裡面 這個1978年 當年的地頭 跟現在是不是有什麼分別 因為我還是第一次來這個三藩絲 這個是一個沉船 撈回木 這個是那個駝 我覺得三藩絲 很多地方都會有這些藝術畫 而且是很色彩的 這個沉船是當年 這個掘金時期的一隻帆船 Train with China 當年在甲板上就是這樣 當年的的士 好像一個兜兜 很搞笑 掘金時期 最初的時候 三藩絲的碼頭 這個就是剛才看到的的士 這是一個人 很普遍的 在二十世紀初 美國的貿易船 製造這個博物館 畫幅壁畫在上面 整個海洋 水蛇 海馬 不同的魚類 我覺得 這裡 很多的藝術 都弄得很色彩繽紛 很活潑 這個 Tropical 充滿著一種 朝氣 無論在MOMA 我看到的街頭藝術 又或者在這裡 都有這樣的感覺 這個日本小朋友 雲崗葉日 坐著這個有美人魚的帆船 那 橫道 由大阪 橫道到這個三藩絲 用了94天 好厲害 只用這樣的小飯船 二十三歲的一個年輕人 有一個道碟 說他的行程 這個 小朋友 他的日曆 很搞笑 有些雌尺 我小時候都是用類似的 航海日記 枕頭 他煮食的工具 還有這個 還有那個筷子碗 咖啡杯 這些是他那些航海的書 天文的策略 他的樣子 他怎麼自拍呢 那件夠生意 然後 推過蘿蔔 他來的時候是沒有簽證 而且沒有這個護照 他就秘密地來航行 很怕中途被人發現 甚至乎送他去監獄 很搞笑 但最後當他成功的時候 無論在日本 又或者在三藩事業 都拍了手掌 所以為他這個創矩 都來歡呼 很搞笑